马六甲政府机构政府局长涉嫌收取贿赂 批准超过17万令吉的虚报申报 那连同另外两个人被反贪会逮捕 加州反贪会主席阿迪·苏比安证实 50岁的政府机构局长和49岁的副局长涉嫌收取贿金 批准总值17万6千令吉的虚报工程款项 涉案的还包括一名34岁女子和62岁男子 四人昨天下午到反贪会入供后被捕 今天被押往马六甲法庭申请延扣 法庭允许反贪会扣押三名男嫌犯三天 女嫌犯则是扣押一天 rumors 达说 高于公裁吧 不會被捕捉了 首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